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秦安老总林福毅 今天我介绍这本书呢 读者朋友看到书名可能会觉得 天哪 这个书我看不下去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些书呢 你本来对它是很惧怕 听我讲之后你会觉得 如果你也跟这个作者一样 随时随地在观察我们生活的这个现象 你可能会觉得这本书还蛮有趣的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人类学家的无政府主义观察 通常你会觉得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人类学家 第二个叫无政府主义 然后观察 你说哇 这书名好硬对不对 但是我要告诉你 其实这本书你真仔细看它的时候 我会发现这个作者呢 是美国的人类学家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研究观察者 那人类学家呢 通常在写书 你就从人类行为 在看这样的一个观察点嘛 所以呢这个书它写得还蛮幽默 蛮有趣的哦 为什么会提到无政府主义观察 通常啊你觉得无政府主义跟你无关吧 有时候呢突然觉得有人不守规则啊 有些人呢不按照章法做意思说 那是无政府啊 无政府好像听起来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 你觉得政府存在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呢你会觉得我们好像被浓化了 其实我们从小大大或从人类的这个发展史来看 你常会觉得我们受制于政府的很多制度 国家的统治管理 甚至呢很多的财团在操控你每一天的经济消费的行为 按照制度按照规章按照一个强大的管理 好像可以让人类社会更进步 真的是这样子吗 作者呢是人类学家 所以他特别有趣 他从生活去观察其人的本能 我们的天性以及我们很多像社区的文化啦 或者自然而然形成一些秩序 你就会发现其实无政府主义这样的一个精神 不断的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只是我们可能过度因为需要政府的统治 而让我们忽视这件事情 那这本书里面呢 作者选出了29个日常生活观察 随便举例来看看啊 大家想想看 小朋友在学语言的时候是不是牙牙学语 那小朋友在学语文的时候 他的mother language 他的母语 有人说从文法开始教吗 好像没有吧 小孩子就会听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呀呀学语 他就自然会讲话了 所以你会发现母语的学习里面 他根本不是靠所谓的文法 用强制力做它 所以从这点观察 各位读者朋友就发现 这个生活观察是有趣的 其实呢我们常常在学第二外国语 长大之后你在学文法 是不是很难进去那个语言的过程里面 你会觉得非常痛苦 反而人家会说你要学语 就把你丢到这个 某一个语言区里面 你每天使用它就会了 这就像是政府主义 跟无政府主义的差别 就是人类好像他自然会有一个求生的本能 从语言再叫小孩子玩耍好了 小孩子玩耍呢 你就做了很多的实验跟观察 发现你把小孩子放到那种 游戏很多这种游乐设施啊 很多规定这种游戏场合 其实小孩子玩起来没有那么尽兴 小孩子呢如果你把丢到一个像是工地的地方 然后有沙场有木头 有这些小小的轮胎 小孩子自动就会发挥很多创意 然后会把那东西变成他们自己喜欢玩的东西 这也像是一种无政府主义 也就是呢在人类天性里面 常常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规范 这里面还提到啊 其实呢大家都在交通号制上 都觉得要遵循交通号制 这才有规矩嘛 可是里面就提到 其实就有一个荷兰人 他曾经呢就在荷兰做了一个 非常大胆的一个运动 叫做去红灯化的运动 你就不要有红绿灯 那他做这个去红灯化或去红绿灯活动呢 就是他把所有的红绿灯的机制把它关掉了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交通应该大乱 但是他发现没有耶 反而没有红绿灯之后 他有到几个观察 第一个交通事故变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每一个行路使用者 包括行人 机车骑士 自行车骑士 到汽车的驾驶者 一旦没有看到红绿灯之后 他每次到十字路口的时候 他就会非常小心谨慎 他会观察 这周边的环境怎么样 那我要穿过这个路口的时候 我要做观察 所以每个人都变成礼让了 然后每个人都会注意周边的环境 这个人类的这个交通环境 形成了某一种安全机制 那你会觉得很好奇啊 交通号制不就是让大家 可以有依循的一个规范吗 但是书中的观察就发现 当我们今天过度 新来这些红绿灯号制的时候 你反而会养成第一个理所当然 我看到绿灯我就冲了 所以你不会关心到 在这红灯的对向车道或是旁边上 是不是很会冲出来 因为你过度的信赖这个机制 第二个呢 你常常会发现 当你在这样的一个红绿灯的规范里面呢 你就会觉得我这些绿灯 我就当然会走 所以当你看到绿灯亮了 可是车子不动的时候 你会怎样 你就会觉得怒怒症就发生了 你会很生气 你会觉得绿灯不就赶快走吗 前面他在挡什么 可是因为这就是大家过度的陷于这种交通规范的机制里面 所以无政府主义的一个观察 落实到这个我刚刚提到去红绿灯这个活动 你就会发现真的耶 好像反而没有这个规范之后 人类会自然形成一个秩序 不过读者朋友 不要觉得在这本书里面就会教你说 哇我们都不要管政府 不要遵守规定 其实这是心理想的啦 能不能做其实有法律的界限 法律必要的时候还是会出手的 所以你想想看 当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看到速限60公里的时候 你心中真的会遵循60公里吗 没有吧 我们都有一个默契 就是当这个时速没有超出10公里的时候 其实你不会被告罚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人类的一种无政府的心态 就在那边作祟了 就是60公里的限速 或许61到60公里应该不会被抓吧 结果交通执法者他也某一些程度 是不是接受这个默契 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是交通的这个 这个测量的仪器是不是精准 但某些程度从作者的眼光来看 他觉得这就是一种我们的不服从心态 我们的一种自我规范 一种猜测而形成新的秩序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29个 你可以说是作者非常有趣的灵光一线 然后有这29个他把它称为碎片的观察 你也可以发现 其实这边就提到有很多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就好像大家现在去买东西都会去大卖场买一次购组 所以那些小店他可能就没有存在价值 但你想想看过去的小店他很像是社区里面灵力非常重要的八卦消息交换中心 也可能是对那个社区秩序很重要的理解者 他可能知道王家太太李家先生陈家小孩他们家怎样怎样了 可是当我们一旦的忽略这些事情 而过度的把经济活动放到这些所谓网购啦 或者是大卖场一次购组的机制里面 而让这些小店的生存机制不出现的时候 对于整体的社会的损失恐怕不是只有购物这件事情而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读书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书名 或觉得有障碍的领域 如果你换个心态去读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心中那种不服从不顺从的是你的天性 生活中有关很多无政府主义的实现 就由人类学家来帮我们做了非常精彩的观察还有注解 所以下次你不妨也可以来看这本书 这本书名叫做《人类学家的无政府主义观察》 如果喜欢我说书欢迎订阅行难老总 每个星期说书给你听